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一家人为了省钱 一块饼分成四个人吃 饿了酒勒紧裤腰的故事 香港在经历金融风暴后 大小公司开始了大裁员活动 韦大汉就是其中一员 为了不让儿子女儿担心 他每天还像往常一样朝九晚五 其实是躲在一家快餐厅 每天等到六点后才会回家 这天韦大汉坐在座位上没多久 以前吵了他的上司戴安娜 吵他走了过来 并坐在了他对面 原来戴安娜也被裁员了 韦大汉幸灾乐祸的大笑着鼓掌 熬戴安娜此行的目的是 想要说服韦大汉和他参加千钱家族 并对韦大汉参加这个游戏的获胜了家庭 电视台会员嫁买下这个家庭的 负资产物业 但是参赛条件必须是一家四口都是失业人员 韦大汉对此却是一点都不感兴趣 一气不成的戴安娜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 将韦大汉已经失业的真相 告诉了他的女儿小华 并将拿出千钱家族的参赛申请表 说只要参加这个比赛获胜了 那韦大汉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成功的将小华说服了 有了小华的帮腔 韦大汉终于答应参加比赛 就这样韦家成立了 在节目里和韦家竞争的对手是黎家 他们都需要住进电视台特别设计的千钱屋 在未来七天内 他们的生活费只有四百元 七天后哪个家庭剩下的钱最多 就是盛方 还定制了诸多的规则 为了增加活动的刺激性 节目组告知他们 哪组家庭先打到千钱屋 就可以获得额外的五十元 听到这个消息 两组家庭急急忙忙的冲了出去 在千钱屋前 李小翔摔了一跤 小华抢新一步到达了千钱屋 正在欢呼时 导演徐少侠却说 韦大汉要回答一个问题 才能得到这五十元 安娜一块直径三寸半长的胎脊 是在屁股上什么位置 他们又不是真的夫妻 当然肯定回答不正确了 所以到手的五十元就这么飞走了 之后两家人都进入了千钱屋后 徐少侠告诉他们 千钱屋里的所有物品 除了开灯不要钱之外 其余所有东西都要付钱 黎佳选择了一个最笨的办法 就是睡觉 人手一个皮带 饿了就把皮带勒紧点 而伟佳最终选择主动出击 在商场闲逛 各种蹭吃蹭喝 画面切换到黎佳 他们还在睡 四百元安安静静的躺在枕头上 而另一边伟佳还剩下三百八十五元 第一天的结果就这样出炉了 黎佳以十五元的差距暂时领先伟佳 这时一个意外发生了 黎小翔转身一个呼吸 让一百元飞走了 伟佳以三百八十五元 领先于黎佳的三百元 伟佳的一家人放心的来到餐馆吃一元鸡 为了能吃饱 四伦一人选择做一张桌子 可是打开火锅后 全是红彤彤的辣椒 几人吃得满头大汗 原本重了打算不吃了 店家表示浪费食物每克 就需要支付五元 几人只能含着泪连汤都喝完了 事后几人分别跑去厕所漱口时 戴安娜在洗手间被打劫了 他们现在仅仅剩余了两百元 黎佳听到伟佳只剩两百元 决定庆祝一班 拆开了一袋饼干 把其中一块饼干分成了四份 每人吃了一小块后 四人又勒紧了皮带 第三天的结果毋庸置疑是黎佳领先 晚上伟佳几人还吵了一下 第四天早上 戴安娜穿着哈利皮衣不见了 几人又来到之前的商场 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 伟大汉就带着小儿子去了游乐场玩 而少侠则带着小华去干武侠篇 还买了一份咸鱼寿司给他吃 事后几人听到你洗手间 有人大喊救命啊 进去一看 原来又是戴安娜被抢劫 回到千钱屋 所有人把钱拿出来后 发现只剩五十元了 就相互指责 戴安娜拿这其中五十元就走了 放言 从现在起 谁也别想用一分钱 我一定要赢这个游戏 而黎佳知道伟大汉一家还剩五十元时 认为赢定了 开始宰割宰物 花钱喝酒 过得好不快活 第四天的结果就是 李小翔一家 以250元的金额遥遥领先 晚上小华开始闹肚子 天亮后小华已经疼得 只能蜷缩起来 小华虽然说自己熬得住 但是伟大汉身为父亲 却受不了 狼者要退赛 送你了去医院 但是退赛要四个人都签字才行 戴安娜一直不同意退赛 也不愿意拿钱出来打车 于是伟大汉只好背着小华 冒着大雨跑去医院 在千千屋里等待的戴安娜 也一直心神不宁 十分愧疚 最后还是带着万华 搭了车去找伟大汉 没想到只好先去了医院 在医院等了一会儿 就看到伟大汉 背着小华进来了 躺在病床上的小华 看到隔壁 也是因为吃了寿司 熬肚子疼的 徐少侠很开心的笑了 第五天的结果 还是李小翔一家 以250元领先伟大汉一家的 五元 坚持叫所有人去看 主妇的秘密生活 原来坚持拍到了戴安娜 伟大汉就一直安慰戴安娜 这时小华走过来说 万华饿了想吃东西 戴安娜犹豫了下 就把最后的五元给她了 小华走到天台 看到好多工人 就想出卖金钱屋里面食物 赚取差价的办法 因为金钱屋里的所有食物 都是五元一份 很快小华把自己屋里的 所有食物都卖光了 为了挣更多的钱 就跑去敲了李家的门 拿钱买了他们的食物 李小翔以为伟家放弃了 收到前后大笑 最终结果 伟家和李家打成了平手 只能加赛一场 谁家能在一小时内 用最省钱的办法 回到电视台 哪家获胜 于是伟家在公交车上 和司机斗志 但因为被李家拆台赶下了车 回到电视台后 李家胜了186.5元 而伟家胜182元 伟家正准备暗蓝的离场时 小华却从口袋中 摸出了五元的硬币 原来是小华在公车上 碰到了上次的司机 想把上次欠五元的乘车费 还给他时 他说小华帮他把车挤得很干净 所以不用了 于是小华就把五元钱 随手放进了口袋里 所以伟家以187比186.5元 获得胜利 可谁知走出电视台时 小华亲生母亲找上了门 导致伟家因违规 被取消参赛资格 李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但是通过这次经历 丹娜和伟家因节目结缘 成了真正的一家人 用了短短半年的时间 赎回了自己的房子 还开了一家小店 没可能 怎么会没可能 这可是香港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这部影片 只觉得人生处处 充满惊喜和意外啊 本篇故事选自国电影 千钱家族 假如你家参加这样的比赛 你觉得你们一周还剩多少钱呢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